因為我小時候就有磁閉症 耳仔兩邊耳仔都聽不到話 他很想證明自己 入了銀行做工 還升職做調查不尋常的轉帳 這個時候就認識了韓國 做了他的得力助手 幫他洗客池 這是一個挺新鮮的 因為有些分別 其實我拍這個之前都很久沒有接辦派 我們這條線很有趣 挺熟悉的人 或是挺信任的人 都可能會出賣你 那時候的徒弟可能過了一點 功高 教你中文 你教我英文 功高蓋主 功高蓋主 所以這件事就是 我們這條線很主要的 很重要的 他的賣點 除了他有懂得打 有奸 最大的反派 其實韓國真的搞了很多事情 沒有沒有 因為有一場我要講國語 我有一點亂的 那他就捉在那邊 你相信你自己做的 其實我幫了很多人 不過他這麼誠實 也是第一個 真的很感受 我也很感受 因為當我做新人的時候 如果有前輩教我 我也很感受 所以證明 帕天南這個男生 差的有限 絕對是一個會感恩的人 所以 絕對 不要功高蓋主 那一次 新人來說 這次 天南的 應付壓力是挺大的 我覺得他真的 應付到這次 那麼多對手 有跟 Michael Tima 嘉穎 我 我不算什麼 還有誰 古天狼 古仔 鄭嘉明 有很多場 我也NG了很多次 因為那場是非自製的 我中文不聰明了 現場要記 我很記得 天南有一個 scene 我很記得 我一個出場戲 跟她說 我們在電腦前面 開會 嗯 有很多技術的 要說 但是又要很有氣 表達 表達她的陰沉 和她的aggressive 當時她做不到 有些事情她欠少許 可能天氣很熱 現場有少許不外快 當時作為她的對手 當時我唯一的對手 我當時說 我壓力很大 那何必呢 比一個新人這麼大的壓力 如何呢 當時我就 呃 甚至我聽到有些笑聲 那 我就覺得 不行 就是 一定要幫我幫 為什麼呢 不是說我好厲害 只是想矯正回 有時拍戲的氣氛 其實拍戲的氣氛 是 大家都一定要 就是 要很 完全神觀主機的主角 究竟在做什麼 所以當時 在一個新人來講 遇到這種問題的時候 一定會很大壓力 你不知記不記得 過一期你這場 都是 十幾次的 十幾次的 那我也很 nervous 不過真的好像 坦哥給了很多 confidence 當時我 我是沒有笑她的 因為我知道 我自己也經歷過這些 那時候 我很記得那一刻 你不要介意我 我真的不介意我 因為那一刻 其實是很緊張 對你 對日後 是一個很大的鼓 後來 很快就提起 其實我不是什麼 只不過提了她一下 其實很多人都可以 不一定是沒有 提了 她就馬上 上就是個位 我自己覺得 其實很多東西都需要改善 自己學的東西 是真的 要更加勤力 上多些 演戲堂 對 打的方面 我又要再練一練 我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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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可能男生 有學有學 才是做的 所以 我是很期待 下一次 都有機會 有打鬥場面